这里不是 Fan Cup, 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 TVB 很讨厌 TVB, 没问题 这里不适合你, 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 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 人身攻击, 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 麻烦请而欲望去另一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 为你精选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亚洲超声团今月底25日正式播出 星期六晚刚刚好 和星期日播出的中年好声音一人一日 早前节目巡礼预告里 大家都看到 除了担当召集人的曾志偉外 还有担任超声总制作人的韩国殿堂级人马Ring 至于超声导师 有大家都很熟悉的苏智威 农夫的诗君陆永 程肖 朱正廷 和苏韻盈 当日公开招募 最后入围的发现已不是现职艺员 歌星是某某艺人的儿子 难道真的名额有限 没有公司背景的素人 没有机会入围? 最神奇出现了 星梦就不说了的 古天乐旗下艺人 至于其他地区的入围练习生 情况都差不多 各自有不同公司的合约 果然就是齐齐做大个饼 古天乐近年和TVB的关系很诡异 不过作为观众 表面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 即是我一直以为某某富二代 就是某某高层的老友 但转头在网台上臭热闹 痛热的都一样 看看来自香港的九位练习生 包括TVB艺人丁子朗 星梦传奇一的闪正峰Archie 星梦传奇一的黄奕斌Hugo 星梦传奇二的文座康Sean 还有TVB的同声欧柏豪 环球唱片余宗瑶 还有曾经参演内地剧集 红欣的儿子张浩年 欧阳妙之儿子方玉康 独立团体成员王星卓 即是另一个Hugo 咦?刚才不是提到有古天乐吗? 古天乐旗下男团都有参与 包括来自韩国的金东宾王星大 以及男团内的中国成员蔡欣 疫情期间 古天乐的一举一动 都受到不同的观众关注 几乎被视作为半个旁台的大佬区 现在TVB和星空卫视联合制作的 亚洲超声团都看到它的身影 证明内地市场 都是各方虎视眈眈的肥猪肉 但怎样才能吃到这肥猪肉呢? 并不是单单就走过罗湖就可以了 但是不是真的必须借TVB这片搭板过去呢? 都不是的 条条大路通罗马 怎样做呢? 非天爷爷呢? 暂时就想不到 好,交个咪咪给你了 昨天一集提到黄言 留言的反应超出我意料 黄言其实有亮相TVB 我是因为勁歌金曲认识到黄言 早前的JMusic也有她的演出 甚至流行经典50年也出现过 新作《哀伤的作者》 在勁歌金榜最高拿到冠军 可惜大家都说不懂她 证明勁歌金曲已成历史不是没有原因 JMusic之所以一直消失在收视报告 也不是没有原因 反映出 TVB音乐节目的影响力 远顺于音乐选秀或众艺节目 黄言说不上是老是常出现的非TVB歌星 但也不是欺客 假如有看TVB音乐节目 不难发现她的身影 为什么仍然有大量网民留言不懂她呢? 非天爷爷推测是两大原因 一是黄言的记忆点不太高 二是大家不喜欢她 她做过什么 有过什么言论 我真的不清楚 因为我接触到黄言的渠道 是全因为TVB 昨天才是我第一次浏览她的社交平台 好像黄言这一类在TVB亮相的歌星 对于北上的发展有什么帮助呢? 似乎又没有直接帮助 只要是通过基本的门槛 还需要更高的参与度才可以 不过因为有了和TVB的合作 有机会透过TVB直接参与和内地合作的大型节目 分分钟比默默奸魂几年更快 更有成效 最佳例子是声声不息 一个TVB亲生女炎明熙 一个和TVB有合作的非TVB歌星爆炸头曾比特 声声不息开播 两个人的微博粉丝人数直线上升 目前为止 闫名熙102.1万 曾比特是108.2万 自声声不息开播到现在 两个人在内地的工作和演出 是从没间断的 今天试问 没有两双TVB平台的歌星 TVB怎么会选中你去参与这些大型节目呢? 声声不息这类大型制作 香港是不可能发生的 成本太贵了 也没有这么大的场地提供 当然人各有志 你想不想参与这些节目呢? 是各自的选择 亚洲超声团TVB 选择了几个手头上的亲生仔 也有合作开的唱片公司歌星 非天日夜相信 不论他们最终赢还是不赢 知名度 无论在香港或内地是必有得益的 至于亚洲超声团 日后会衍生出多少队的男团 会在哪个地方作为他们的根据地 都是后话 非天日夜暂时最担心的是 TVB解决了香港版 和内地版或网上版 问题未呢? 要知道 内地节目移动三个小时 基本是不可能完整在翡翠台播出的 TVB 剪辑版会是怎样的样子呢? 星生不息的宝岛季 和无限超越班 都挺灾难级的 灾难到我已经很早放弃了 希望亚洲超声团有所改善 至于亚洲超声团在节目巡礼亮相开始 就已经被港媒形容是对坎男团 相信开播之后的关注度都会很高 其实零报道才是最高最大的杀伤力 假如今次有心人能够联手 去零报道封杀亚洲超声团 我一定会比较聪明 至于昨日那集的留言数目 我都算是近期的第一位 但这么高留言也好 似乎点击又不见得是特别高 看完留言 相信很多人都是纯粹为了留言 而不是听节目 甚至是没有听过节目 无论如何 留言注意事项 我说了很多余的 若都没有听过节目 怎会知道留言注意事项是什么呢? Hello 假如你喜欢飞天爷爷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但假如你恨死飞天爷爷和他的话 就无谓浪费大家时间了 订阅后记得按小铃铛 下次有节目更新就会通知你了 看完不妨给个like支持一下 又假如你可以分享给朋友的话 就是对飞天爷爷最大的支持了 不要做标题档 留言记得留言注意事项 违规者可能被拉黑和删除留言 万一被飞天爷爷措手杀错良文 不好意思 跌入黑洞的名单是没办法够出来的 有兴趣的话 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